天王星的部分本身是民國七十五的新建 所有的折扣物都會經過時間的老化 或者是很多的地震 或者是很多的狀況 我想在這裡 我們現在預計是在整天下午來開始來拆除 也經過昨天的檢察官 以及中華民國的折扣物及折扣會 還有特搜隊的陪口道內部從九樓一直到一樓 檢察官的要求要很多的地方去專動 也去測試之後 經過從昨天早上到晚上 才完整的把它整個作業完成 那今天開始拆除 也會配合檢察官的部分 在哪裡必須要截斷 要把建築物抽出來做樣本 我想這個都會配合檢察官的要求拆除 那我們預計兩個禮拜拆除完了 當然這個拆除整個安全的回顧 我想這就有賴我們的拆除專業的團隊 那他們會做訊息的服務 關於傾斜的部分 我想在這裡我們都可以看到 測量儀器一直在旁邊 所以在昨天到晚上到現在 已經都沒有再往下傾斜了 這也是我們現在對於天王新大樓的監控的部分 拆除的安全 還有民眾的安全為最大的考量 所以這部分我們都會跟住戶來討論 那它有什麼重要的東西 如果在拆除安全的許可下 我想這個部分可以用重視大型機具 或許把它舉出來 或許用什麼方式 那另外天王新的部分的拆除 其實我們也會有一個這個站置的地方 到時候整個拆除完成的時候 再讓鄉親或許可以再到線點去尋找 那這個地方我們也會這個裝設24小時的監視器 也有保全人員會在那裡收益